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 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跟大家聊一聊台湾人哪 千万别当炮灰呀 为什么我这样说啊 去看一看外交部长秦刚在这次两会上面 聊了一下关于中美关系里边的台湾问题呀 为什么秦刚的这一次的讲话 跟台湾人当不当炮灰有关系呢 因为秦刚的讲话里边表现了 大陆到底在借着台湾问题干什么 为什么大陆曾经说过台湾问题会带来地动山摇 什么是地动山摇 地动山摇跟炮灰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跟大家讲一下关于秦刚的啊 这一次的这个讲话 接受记者的访问采访 新闻记者发布会上的一个讲话啊 秦刚他说的都是什么呢 他说的啊 首先他点了一下啊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宪法 对不对 关于台湾问题 宪法里边怎么写的 就是说总而言之就是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对不对 这个啊完成统一大业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这先打下了一个前提 下面又提了一下关于啊 中国的这个反分裂国家法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对此规定的很明确 如果出现了违反该法的情况 我们必须依宪法 形式啊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捍卫国家和主权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和强大的能力啊 然后这个时候又有法可依 对不对 反分裂国家法 这是第二步 首先是宪法 然后反分裂国家法 其次呢 聊到了中美关系里边的台湾问题啊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跨越的红线 台湾问题之所以产生啊 美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不对 我们之所以同美国谈台湾问题啊 是要求美方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对不对 中国人民有权问 为什么美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大谈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却在中国的台湾问题 这个之上呢 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呢 为什么一边要求中国不要向啊 这个俄罗斯提供武器 一边却长期违反 817啊 这个公报向台湾授武 为什么一边口口声声啊 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 一边却按地理制定了所谓的摧毁台湾的计划呢 把美国拉了进来 而且秦刚这次主要舒服的对象是美国 然后也提到了台独啊 台独分裂于台海和平稳定啊 水火不容 台海和平稳定是真实威胁 是台独的分裂势力啊 定海深真是一个中国原则 真正护兰是中美的三个联合公报 台湾问题处理不好 中美关系地动山摇 如果美方真的希望台海风平浪静 就应该停止 以台制化 回归一个中国原则啊 然后各克首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 明确反对和制止台独 然后啊 秦刚讲的这些话 大家觉得可能是啊 很正常的一些话 但是大家得从秦刚讲的这些话里面 听到咱们到底要干嘛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一个现象 就是在聊中美关系的时候 把台湾问题给拉了出来 其实咱们这边一直以来的讲话是什么呢 台湾问题呢 这是中国的内政对不对 然后我不跟你美国谈台湾问题 可是这一次咱们去 反而把台湾问题主动的点了出来谈美国 之前我跟大家聊过什么 关于台湾问题 首先我跟大家提过 台湾是给美国人准备的那口瓮 请君入瓮的那口瓮 对不对 你美国最好进来 什么叫最好进来呢 你美国最好来干涉台湾问题 为什么呢 这个地方 哎准备好了就等你钻进来 我好把关门打狗嘛 这是一方面 之前我还跟大家提过啊 关于台湾问题 就是逼美国人 逼美国 逼美国干嘛呢 表态 对不对 表态能表态出什么样的结果 你要不要保台湾吧 对不对 你放不放弃台湾 在这个台湾问题上面 你要不要放弃台湾 借着台湾跟大陆这么的啊 互相对着干 啊 美国只有两种答案 这两种答案 一对不对 我放弃台湾 我美国放弃台湾了 我不借着台湾问题 跟中国博弈了 哎 这很好 这很好 可是对于美国来说呢 对不对 那抛弃啊 所谓的小老弟啊 这个名号 你得担下 然后呢 要不然有一帆两灯眼 那就跟我大陆 直接对着干 你说要保台湾 行 那我就跟你美国对干 之前我跟大家聊过 对不对 希望的 对于咱们来说 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 只要表态 就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美国一直以来玩的是 战略模糊 对不对 在台湾这个问题上 美国一直在模糊 一直在模糊 但是我相信各位都知道 美国以为台湾是中国的弱点 对不对 然后啊 老想借着台湾这个问题 跟中国搞事情 从最开始 想要借着台湾问题 在大陆这边来得利 对不对 啊 你这个台湾问题 你你你认为我中国 我美国 将要如何表达呢 你认为 你你觉得 我美国将要如何表达 对不对 来的来点理由 对不对 来点理由 对不对 放在手上理由 对不对 你的理由足够 你的理由充分 你的利益给的我足够的多 台湾问题 我可能说点你爱听的 对不对 这就是美国一直以来玩的 他强的时候 他就利用其他国家的内政问题 空手套白狼嘛 我之前就跟大家聊过嘛 对不对 新疆问题 对不对 香港问题 台湾问题 西藏的问题 各种各样的问题 美国为什么天天的在这 跟你叫板 如果说你要跟美国想要达成一个妥协的话 你就得把利益交出来 这就是美国人所想的 利用你国内的问题 对于他来说 一分钱也不花 到最后 要不然你把利益交出来 要不然我拿着这个借口 拿着这个理由来收拾你 这是美国一直玩的 可是呢 之前我跟大家聊过 你玩这个可不可以 可以 凭实力啊 对不对 你有实力 你能玩 你没实力的时候 台湾这儿就是给你准备的一口旺 为什么呢 美国一直以来 台湾是中国的底线 对不对 只要碰台湾问题啊 中国浑身的难受 对不对 曾经那一句话 台湾就是中国的搞完 然后啊 只要捏住搞完啊 中国就完了 嘿嘿 你来捏 对我让你捏 这一回只要你敢碰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我就逼你表态 对不对 现在就是啊 逼美国人 你台湾问题 你将要如何来说 咱们这边外交方面 开始直接的向美国放话了 美国想要躲 想要躲台湾这个问题 躲不开了 现在是直接冲着美国就开炮了 对不对 台湾这个问题 你怎么样 你给我怎么样表达 你给我讲清楚 对不对 你要不要保台湾 你放不放弃 你不放弃是吧 啊 大家也都知道 美国现在被架在这儿了 台湾这个问题 美国被架在这儿了 从佩罗西参访台湾 咱们还台湾岛军 军演之后 美国丢不丢脸 全世界都看在眼里面 佩罗西参访台湾 导致海峡中线没有了 导致啊 解放军围着台湾岛军演 美国人一个屁 他都放不出来 对不对 结果呢 哎 美国不服气啊 对不对 不服气啊 麦卡锡也要说去嘛 我要去 我不能听中国政府的话 中国政府不让我去 我就不去吗 我就要去 结果呢 大家看在眼里面了 麦卡锡到现在还没去啊 啊 有消息传出来啊 这个蔡英文要去美国 见麦卡锡 这是两码事啊 对不对 不是麦卡锡往台湾去跑了 不是美国人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主动往台湾去跑 挑事了 为什么不去了呢 为什么变成蔡英文去美国了呢 美国人 你到底是越来越硬呢 还是越来越软呢 美国人当然想 借着台湾问题搞事情 包含最近 连续出台了八个法吧 关于台湾那个法 我都没有给给大家做新闻来聊 为什么呢 美国人现在说话跟放屁一样啊 没有用啊 你那八个法 别说八个法 一个法 对不对 如果你就能够改变两岸的局势 你硬 对不对 那我肯定要跟大家聊聊这些新闻 美国啊 这个出台的一个新的 相关于台湾的法律啊 对于两岸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跟大家分析一个六够 问题是现在美国没这个能力 对不对 没这个能力 又想借着台湾搞事情 然后又想耗面子 美国优先 美国永远最伟大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一定要搞这八个法律 一定要把这个态势做起来 把谁架那了 把美国人架那了 对不对 把美国人架在这儿 又想搞台湾问题 然后认为台湾问题 他能得利 你看见没中国说着是红线了 秦高也说了嘛 对不对 中国的底线啊 然后的话啊 这个这个是基础中的基础啊 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我们要伤害中国的核心利益 之前跟大家聊过啊 美国人赌爱赌 对不对 在俄污问题上面明摆着 明显能感觉到 美国人那个赌性的坚强 为什么呢 投了一点钱下去了 那必须要收回这些钱 而且不仅要收回这些钱 还得盈利 不盈利的话 我美国人不会走 对不对 明明你可以止损的一件事情 死活在俄乌这个战争上面 他就他就止不了死 就见不得别人赢 自己永远要赢 这就美国人性格 在台湾这儿也是如此 赌性坚强 美国一直在投注筹码呀 从佩洛西 麦卡锡 各种各样相关于台湾的各种各样的法律 美国一直在往里面扔筹码 扔扔扔 按理来说啊 两岸的局势应该是越来越紧张的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要讲到啊 咱们这边在玩什么了 刚才跟大家说逼美国人表态 对不对 逼美国人表态 逼到什么样的程度 逼到你美国来跟我动手 对于大陆来说 各位只要稍微了解点老共的话 老共一般都会做底线的思维 要保底线 对不对 一定要把事往最坏的那个情况里面去准备 那刚才跟大家讲了 最坏的情况准备是准备成什么样呢 首先逼美国人表态 要不然美国人滚蛋 对不对 台湾问题你别沾 要不然就是美国人你自己派兵来跟我打 就把你美国拉到这片战场上来打 然后的话 这个时候咱们做的准备也就足够了 之前我跟大家聊过啊 就关于把美国拉上桌面 在台湾这个地方啊 拉上桌面 跟美国人直接博弈 跟美国人干 没有任何的问题 为什么 打美国人一本万利呀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 在东亚这边有几个热点 对于中国有利的 对于美国有利的地方 都跟大家讲过 其实对于中国最有利的地方 就是台湾这个问题 对不对 美国来这 我跟你打 对台湾离大陆太近了 连导弹的钱都能省下来 火箭弹全部覆盖啊 对不对 之前跟大家说过呀 哎 咱们就不吹咱们中国的这个远程火箭炮 那个射程有多远啊 据说啊 据说啊 那个射程可能啊 能近一千公里 咱们咱们不这样说 我就说六百公里 对不对 台湾海峡两百公里宽度啊 台湾岛宽度两百公里 你四百公里就已经完全覆盖台湾岛的 这个整个台湾岛了 对不对 现在你射程六百公里的话 你还能够往东再打出去 两百公里 总而言之吧 哎 台湾这个岛对于大陆来说太有利了 你美国愿意上桌 你美国愿意啊 在这跟大陆一翻两瞪眼 跟解放军一翻两瞪眼 太好了 我跟各位讲 所以说呢 哎 咱们想一想啊 就是一直以来 我再跟大家聊台湾问题 咱们这边啊 一直以来表达 其实都是佛心来的啊 我一直以来的表达也是佛心来的 所以说呢 今天要跟大家做一期视频聊一下 台湾人千万别当炮灰啊 当炮灰没好处啊 为什么就在这儿了 现在啊 我跟啊 我跟大家聊的 比如说啊 让美国人表态 拉美国人上桌 台湾是给美国人准备的那口瓮 请美国人入瓮 这只是我说 我是一个做自媒体的 可是呢 外交部的部长秦刚 现在直接拿着台湾问题 指责美国人 对不对 这就是明摆着 要往实质里边去做了 我说台湾问题一口瓮 我说比美国人表态没有用啊 对不对 官方现在说了 而且这个官方还是外交部的部长 出来直接说 美国对不对 在台湾这个问题上 你应该怎么样 你怎么怎么样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美国干涉了什么什么 你美国就是一混蛋 你知道吗 这话都快说白了 乌克兰的问题 对不对 你说要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你怎么不说支持中国的领土 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呢 这直接就抽美国人的脸呢 直接就是你美国人 要不然你给我讲清楚吧 你台湾这个问题 你如何说 你反不反台独 对不对 这明确反对和制止台独 你美国做不做 你不做是吧 你不做 那咱们就一翻两灯眼 这只是个开始 明摆着就要把美国人往台湾这来 往台湾这来拽呀 美国那边一直在扔筹码 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 相关于台湾的法律 各种各样的什么美国的政治政客们 往这个台湾去跑 对不对 然后美国一直借着台湾问题 一直在喊 对不对 包含布林肯说了 台湾不是中国的内政 好嘛 就等你这句话呀 你美国就一直扔筹码 然后一直往台湾这个问题里面去陷 然后呢 这个时候啊 咱们这边外交部的部长秦刚 就直接按骂你美国 你美国啊 这个双标 你美国无耻 对不对 一边在乌克兰干着那样的事 一边在台湾干着这样的事 好 你美国表态了 表态 来来来下桌 大家一定得记住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咱们借着台湾问题是干嘛的 台湾是口瓮 你这口瓮准备干嘛 准备让美国人进去弄死他 对不对呀 最好你美国人来 然后打台湾 之前跟大家聊过 什么时候都能打 两岸的军事实力 那不是一个党级了 现在 有 我一直在跟大家聊两岸的小历史 聊两岸的小历史 对不对 从90年代 咱们从50年代 从金门登陆那时候 我都跟大家聊过 一直聊到90年代 聊到 这个还台湾到军演 两岸的军事实力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想打台湾太容易了 为什么不打 为什么不打 大家想一想 原因很简单 你要打 你得有足够大的获得 你得有足够充足的利润 你才打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打完之后 美国高兴 这事你不能干 对不对 想要统一 那咱们就要一个完完美美的统一 然后呢 把美国拉过来 为什么把美国拉过来好啊 原因很简单 我之前跟大家聊过啊 在台湾这个地方跟美国开那么一个仗啊 首先美国不利 对不对 对于美国来说 没有任何的义复 然后啊 美国在这儿 你说他登陆呢 还是干嘛呢 他都很难 对不对 然后登陆到台湾岛 那美国人可能见着的啊 见不着解放军 他只能见着解放军的这个远程的火箭炮的炮弹 要不然就见点导弹 见点乌人机 你说美国人苦不苦 就等着被炸在那 所以说呢 对于美国人来说特别的尴尬 可是呢 就因为这种尴尬 美国想要打赢解放军 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 在台湾这儿想要赢解放军 可能性非常非常低 为什么呢 首先咱们的航空母舰的建设 对不对 保证了一件事情啊 就是说咱们啊 这个攻击台湾的方向啊 不仅仅是从西往东打 咱们可以从北往南打 从南往北打 从东往西打 它都行 还有咱们的啊 零七五这种登陆舰 两期登陆舰 零七六 也准备要出来了 也能够保证 对不对 围着台湾岛 我想要从哪登陆 就从哪登陆 你拦不住我 对不对 离大陆太近了 然后总而言之吧 然后美国想要在台湾这儿 赢了解放军 几乎为零 大家想想 如果在台湾这儿 打赢了美国 在台湾这儿 打赢了美国 那美国在这个世界上 将会变成什么 中美博弈 中美博弈 对不对 中美博弈这么多年 然后啊 美国占去了 任何一丁点的便宜了吗 没有啊 对不对 美国的那个通货膨胀 现在是多少啊 加油啊 美国人 能降到5%吗 大陆这边 中国这边通货膨胀 不到2% 中美博弈那么多年 如果说美国在台湾这儿 被解放军给干了 咱们就不说别地方 咱们不说欧洲 对不对 咱不用说欧洲 就说东南亚 菲律宾还敢配合美国吗 你菲律宾给美国人签什么 什么美菲 什么安保协议 安保协议啊 对不对 然后呢 你签那些有用吗 美国打得过解放军吗 对不对 东南亚这边稳了 韩国 日本 对不对 也得知道知道 哎 美国人不行 那你 你看到中国的时候 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总而言之吧 如果在台湾这儿 能够在台湾这儿 干美国人 一本的万利 对不对 然后大家能够直接的看到 美国人的虚弱 看到美国人的不行 美国人的这个虚弱 不行 不仅仅只存在经济的层面 不仅仅只存在政治外交的层面 现在来军事方面都要被解放军干 马上美国在这个世界的霸权消失 我跟各位讲 所以说就要在台湾上弄美国 你美国扔头马往台湾那扔头马 好 对不对 外交部的这个部长秦刚 然后直接冲美国叫完 对不对 你美国就不是个人 就跟那个流浪气球事件一样 你美国歇斯底里 你美国非理性 现在台湾问题是什么的 你美国双标 你美国就不是个人了 就直接这么骂 骂美国人 美国人你能怎么着 装听不见吗 装不听 听不见我就继续骂 那有本事你干我呀 在台湾这干呢 大家看明白了吗 看明白咱们这边 借着台湾问题 怎么是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玩法了吧 总而言之吧 可能有些同学会说啊 可能不会像你老五想那么好 对不对 可能像你老五说的啊 是那个什么 那个美国人会来 对不对 然后咱们如果能够在台湾这 把美国人打了 咱们也就成为了世界的老大 美国的霸权就消失了 是有这可能 但是不可能美国人一个来吧 日本人会不会来呀 对不对 日本人 美国人啊 共同保卫台湾 有没有可能啊 日本人来什么 日本人来什么 双喜临门啊 对于中国人来说 双喜临门啊 对不对 日本人 台湾问题的始作俑者 对不对 想一想啊 这个台湾岛 被谁抢走的当年 日本人 台湾问题的始作俑者 而且日本人 跟中国人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在历史的方面 如果日本人敢碰台湾岛 那日本对不对 咱们就顺耐手的 得好好的出一通气了 记住 日本是中国的 一带水的邻居啊 美国可以往北美去跑 你日本你能跑到哪去呀 对不对 你日本能跑到哪去呀 导弹就得直接过去啊 总而言之吧 然后的话 不管是日本和美国 然后要保卫台湾 如果你了解点军事方面的话 你就不会有任何的疑问 为什么呢 日本几乎那个军事的能力 也就是个零 好吗 到现在为止 日本人求够的 还是美国的战斧式的导弹 战斧是什么玩意儿 40年前的导弹 我就不过多的跟大家强调了啊 总而言之吧 我个人是非常希望的 对不对 美国来 日本也来 正好 一通的在台湾这收拾 对不对 一通你来 你来登陆台湾岛 让你见一见 见一见什么 见一见解放军的远程火箭弹 你这个长什么样 那可能是你这辈子最后见到的那个景象 讲到这的时候就要跟大家讲一讲 关于刚才跟大家说的啊 台湾人千万别当炮灰啊 现在大陆的这个玩法很清楚了吧 就是要把美国人拉过来揍啊 对不对 然后日本人能来 那当然也好 但是大陆现在主要玩的 还是主要是把美国人拉进来 外交部的部长青刚 直接骂美国人 骂美国人 美国人就得回话 美国人躲着不回话 可不可以 可以 那咱们这边还会继续的骂 那对于台湾来说呢 聪明一点 对不对 聪明一点 我相信啊 各位啊 对于最近啊 台湾的某些1450 特别的不爽 对不对 没必要啊 对于台湾的那些网友不爽 那些人的键盘侠 您让他去 去当什么狠凶战士 他都不愿意 都不见得愿意去当 你知道吗 你应该劝这些人 你要真的是那么恨大陆的话 去当黑熊战士 对不对 然后每一天 你别说啊 打打枪 打打炮 对不对 打打手枪什么的 你不说这些 你就说让他天天的去锻炼身体 你把这个肌肉给我练起来 你吓一下解放军 每一天你让他做个频道 做点视频出来 我为了保卫台湾 我天天的健身 把自己练块 练的大块 对不对 这种人他能做吗 这种人能做吗 其实这些人啊 你说他是聪明的 他也聪明 你说他蠢的 也也蠢 聪明的点在哪 那这些人绝对不当炮灰 这些人绝对是希望 别人当炮灰的那种人 就看台湾岛 对不对 最近什么16岁啊 要参军啊 16岁上战场 等等等等 这个事儿闹得那么的大 哎呀 打仗啊 对不对 你16岁 你别说16岁了 你11岁 12岁 13岁 你都得上战场 对不对 结果你看看台湾人啊 不能 那帮年轻人 不能 对不对 你民进党把这个法国退了 我不上战场 谁搞台独 谁上战场 你说他们这些人聪不聪明 当然聪明 对不对 绝对不上战场 但是你说他这些人蠢不蠢 他这种蠢的就体现在艺术形态这一方面 为什么呢 只要艺术形态一来 你就是敌人 不管你说什么都是敌人 对不对 只要是跟我艺术形态一样 那都是我的好伙伴 对不对 艺术形态就是这么玩的 美国现在就连青钢都点 那美国在玩摧毁台湾计划 对不对 美国抢台湾的台积电 美国人抢台湾的钱 美国的那个21世纪的什么台美的贸易倡议书 里边连台湾的中小企业 然后的话 这个服务行业 他都要那些钱 要扶持这些人去美国 美国就是盯着台湾的钱 对不对 然后这些人看不见 只要啊 跟大陆死磕 跟大陆拼了 我们就赢麻了 我们就彻彻底底赢了 可是呢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这些人看不懂的 对不对 意识形态一上脑 脑子完完全全变蠢 坑死他的人变好人 对不对 然后佛心来的人变成坏人 那也可以啊 对不对 那你既然是 你既然认为佛 充满佛心的老五是坏人的话 那你就去配合美国人嘛 对不对 美国人啊 然后要台积电 那你就应该说啊 台积电确实是威胁了 全世界的经济 而且美国不能依赖台湾的芯片 赶紧把台积电搬走 台积电才能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 去说呀 对不对 去说呀 其实最近啊 台湾岛内的有一个现象 我必须要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台湾岛内的这些聪明人 真的是非常非常聪明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首先啊 那个馆长最近啊 相关于就刚才聊的那个 16岁参军的啊 那个话题人家也说了 馆长那个态度很清楚啊 就是说啊 打仗打起来了 那个导弹 它是分不清 你是哪个党的 对不对 然后不管你那个党 导弹它都炸 什么意思呢 全体台湾人团结起来 跟解放军干 啊 跟解放军拼了 对不对 一定要做出啊 那个坚定的那个意志 跟解放军拼 这个打仗 它不是说啊 这个这个军人 然后的话 警察消防员的责任啊 一般的老百姓 也得去救灾呀 人家馆长最清楚 最明白 为什么 对不对 你看一看 我之前跟大家聊过 台湾岛的这些网红 为什么跟大家说 为什么跟大家说啊 它是台湾岛内的 第三大势力 这第三大势力 背后是美国 为什么呢 你发现没有 只要民进党 喊和平保台的时候 这些网红 怼着去骂民进党 然后民进党 最近做16岁啊 上战场 这种法律的时候 这些人这个话锋 马上就转了 转什么呢 民进党这个法 其实是对的 对不对 其实是对的 啊 你看一看 战争可不仅仅是军人啊 是警察啊 是消防员的责任啊 老百姓也得做准备啊 刚才我跟大家说了啊 就是这些人 什么都懂 什么都明白 可是呢 他们说出来的这些话 就是在带风向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他懂的是什么 他懂的是 只要开达台湾一片火海 只要开达台湾所有的东西 全被炸 没有第二条路 没有第二种选择 那台湾岛都已经被炸成稀烂了 那你说说 那你 你台湾你还打个P啊 对不对 全把你的电厂全炸了 不说别的 别说把电厂全炸了 就炸两个电厂 或者说 把台湾的50%的电厂炸了 对不对 然后炸完之后 咱们别说炸那些核电厂 就炸那什么燃煤的啊 燃烧天然气的 那些电厂全给他炸了 那台湾岛的芯片制造业全完 大陆从此停手 台湾的经济就没了 你 你就说一说啊 这台湾经济为什么没啊 因为台湾的芯片制造业啊 就是费水又费电的一个行业 没有电 你就没有芯片 大家把这个东西想明白 所以说你知道他电厂 他就没办法产芯片这样的一种状态 然后美国人 对不对 然后就把台湾的芯片产业就搬走了 他有美国人把台湾的芯片产业搬走之后 台湾经济还能依赖什么 什么都没有 你像馆长他们这些人不明白吗 人家说的很清楚啊 对不对 只要打起来了 那解放军的导弹可不分你什么样的党派 对不对 然后这个战争可不仅仅是啊 这个这个军人警察消防员的责任 一般的老百姓 对不对 也得去救灾 什么叫救灾 你房子被炸了 你啊台湾岛内楼老百姓被炸了 你你这16岁你不上啊 你不把那些人啊 抬回这个医院呢 当然得抬 什么意思 他知道只要打台湾一片的祸海 馆长之前是怎么说的 人家是啊 要跑到滩头 打打打打 现在怎么明白过来了 现在怎么明白过来 只要打起来 台湾岛全被炸呀 他们这些人 对不对 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 可是呢 他们为什么这样去说 我刚才跟他说了 这些人是聪明人 为什么是聪明人 别人要去上战场 你一说16岁以上的都要做准备 对不对 都要准备啊 上战场去打仗 一说就是这样啊 馆长当然也是啊 16岁以上的 但是问题来了 他是16岁以上的 但是他是台湾的有钱人的 对不对 人家做直播赚了多少 人家还有还有产业 但是他那个产业 那个成本没那么的高啊 全都是租来的那些场地 做做健身房嘛 健身房里边也就是有几块 那个破的那个那个那个杠领啊 那有破那个跑步机啊 那个东西没了也就没了 人家手里是有钱的 所有做健身房的跟各位讲 那个那个资金流最大的来源是会员 那会员一个人往里面啊 存多少钱存多少钱 那里边全是钱 他的投入成本没有那么的大 然后如果战争打起来了 人家卷一卷 这些会员的钱去美国 这才是聪明人 我跟各位讲 这才是聪明人 要死别人去死 可不能当炮灰啊 台湾人 对不对 自己想明白 你看一看大陆都已经准备干嘛了 对不对 为什么对不对 能打台湾一直不打 就是因为要把美国人牵过来 美国人最希望见到的就是他不上手 你打了 美国人就把嘴笑歪了 全世界去骂你 然后台湾湿山血海了 台湾血流成河了 解放军不是人了 天天这么去骂 可是把美国人拉过来 那个条件就不一样了 只要打了美国人 嘿嘿 那个如果美国战败 哎 这个世界的霸权也就消失了 然后的话 那大陆这边现在是怎么做的呢 原来我一个自媒体跟大家聊 把美国人拉下水 然后台湾是一口瓮 让美国逼美国人表态 没有用 现在秦刚正在这样去做 中国的外交部长正在这样去做 美国人将要如何表态呢 这个事情只能是 大家一步一步往里面扔筹码 美国扔扔扔 一直在扔 大陆这边开始了 你美国不是人 你美国双标 就开始天天这么忙 美国人能天天的装 装听不见吗 美国装听不见 照样美国的霸权也消失 那美国怼吗 那你就来怼吗 怼到最后 你上不上战场美国人 你上战场 太好了 对不对 然后什么 日本人来 双喜临门 大家等着看吧 哎呀 一般的台湾的老百姓 记住啊 老五是佛心来的 对不对 千万别当炮灰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了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啊 感谢各位 对不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